港鐵公司在我們做所有項目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把ESG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 ESG今時今日在一些大企業方面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 無論是對於節能環保 我們的顧客 人與人之間 社會的和諧共融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有一個角色在裡面 所以你看到我們所有項目 其實我們都注入了很多這一方面的元素 無論在環保智能 對於我們顧客提供的設施 和整體規劃發展 我們都會把這些元素注入裡面 我們會利用很多的再生能源 例如你在這裡也看得到 我們都會利用風力去發電 我們亦都有商場利用太陽能電板去發電 我們亦都在廚餘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除了分類回收之外 我們都會研究廚餘有甚麼作用 幫助我們在農業方面再生 你會看到港鐵所有商場 我們都一定會有些設施 是我們叫家庭的房間 是嬰兒的房間 令到譬如有些母親 可以有一個空間 讓她可以照顧到初生嬰兒 所有她要做的事 我們都可以提供設施給她 對於一些譬如行動不方便的人 我們所有商場的無障礙設施 我們都花了很多心思 除了法例要求沒有障礙設施之外 我們亦都加了很多自動門 很多設施是令到顧客很容易 找到他們的需要 我們亦都察覺到今時今日 其實有很多人都很意愛寵物 所以在我們較為新的商場裏 我們都注入了很多 我們叫做Pet Friendly 就是比較對寵物都很友善的設施 例如可以給她們用的空間 甚至乎提供設施 她們都可以和她們的主人 在商場裏面大家一起去逛街 所以在各方面 其實我們都搞盡了很多老汁 很多心思都去想 例如你見到我們今天 站在青衣城二旗 都其中是一個好的例子 除了引入一些環保的概念之外 我們亦都提供了大量的陸化空間 休息空間 下面亦都有一個無縫連接的公共交通交會處 所有這些設施連在一起 大家都看得到 其實都是為區內的居民服務 令整個城市整個社區的發展更加健全 港鐵公司其實一向我們都有很多平台 都是協助本地年青人 例如在數年前 我們開始推動一個品牌叫Louda 我們想和一些本地香港年青的企業家 可能他們很有夢想 有很多很好的產品 希望令到他們的產品能夠面世 令到大家都有機會可以去欣賞到 這些新的創作家他們的產品 我們都推動在藝術方面 提供了很多我們的場地 例如你看到我們最新的The South Side 和我們在大維維坊這兩個商場 都採用了 亦都放置了大量的藝術品 在那裏 音樂方面 其實大家都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歡音樂 我們從幾年前開始 去到今天都還有做 就是我們叫做Night Lounge 就是夜間一個好像音樂坊的地方 令到一些無論是初出道 一些可能還是學生 又或者一些可能已經成了名的本地年輕歌手 一個場地在那裏去唱歌 免費提供給我們的居民 我們的顧客去欣賞 亦都是一個場地可以讓一些年輕歌手 或者創作人他們的作品有機會面世 ESG是港鐵公司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在未來的項目 我們都會繼續不為與力 將這些元素注入我們新的項目 將來我們怎樣在應用科技上 可以有些新的突破 令到可以有多些設施 令到我們譬如 怎樣協助香港越來越多的銀發一族 怎樣令到他們可以生活得更好 在共融方面 無論是不同的年齡層 不同人士的需要 我相信在這些社區設施 我們都應該有一個責任去提供 沒有開動 我們都應該有一個責任去 我們來到這段我留意的事 我們都頂著